你有沒有懷疑過這個問題 龍在現實當中或許真的存在過 巧合的是在上個世紀 據說就有近萬人親眼目睹過真龍僵士 不僅有目擊者現身說法 更是有權威媒體頻繁更新 墜落的全過程 那麼這起事件到底是人為的捕風捉影 還是一場蓄意的驚天陰謀呢 本期探長就帶你一探究竟 1934年8月初 《聖經日報》刊登了這麼一條 讓所有人都震驚的文章 《龍降釀災》 內容大概描述的就是 在1934年7月28日這天 遼寧營口的天空中突然出現了一條巨龍 它摧毀了周邊數座廠房 掀翻了三支浦漁船 甚至還破壞了停車場內的火車 最終導致9人死亡 這消息一經傳出 其實大家更多的還是疑惑和不相信 但是隨即就有不少人聲稱 自己在不久前真的見到過龍 那麼這群人又是誰 他們為什麼能如此確信呢 原來這些人是常年居住在營口的當地村民 據他們所說 看到那條龍的時候是陰天 而那條龍是灰白色的 像蛇一樣在天上游動 身體有十米長 頭上長著兩隻腳 全身也布滿了靈甲 尾巴和鯉魚很像 這村民質樸的回答 不免讓當時的人心中開始有個動搖 這沒過多久 1934年8月11日 《聖經日報》再次向大眾 拋來一個重磅炸彈 天龍降世 內容是8月6日發生的事情 當年的7、8月份天氣異常 經常下起大暴雨 遼河河水暴漲 入海口也發生了河水倒灌 原先的蘆葦堂不久就變成了一片汪洋 等到雨停的時候 這附近的村民總是會聽到沉悶如牛叫的聲音 同時還伴存著一股十分刺鼻的惡臭尾 於是一名叫劉伟忠的村民 就沿著臭尾發出的方向巡了過去 這一看可不得了 此處竟然趴著一條巨龍 村民當即驚出了一身冷汗 據他回憶說 當時看到那條龍似乎是受傷了 奄奄一息趴在地上 眼睛是半睜著 這尾巴蜷缩 後來的村民們聽說了此事 也紛紛趕過來照顧這條龍 而巨龍離水後身體表面變得乾巴 村民們就為他澆水保湿 甚至還為他搭建了避暑用的糧棚 這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此時的這條龍還是活的 而且還有很多村民都參與了這場救龍活動 但詭異的是 接連一場大暴雨過後 這條巨龍卻突然神秘的消失了 等到了8月12日 《聖經日報》再次跟蹤報導了這件事情 然而這第三次出現的龍 此時卻已經死了 死去的巨龍散發了一股濃烈的惡臭 身體腐爛 還有生躯的趨勢 據當地村民描述 在此之前他們還聽到過 蘆葦丛裡有霹雳啪啦的響聲 並且還伴有沉悶的吼叫 像是什麼東西在痛苦掙扎一樣 而在死去的巨龍周圍 還真有一個被拋出來的大坑 土坑長約16米 寬7米左右 上面還有很多清晰的爪痕 引口失智對此 還有關於墜龍河谷樣貌的詳細記載 說巨龍身長10米 頭上長著兩隻上端分岔的長角 全身共有29節脊骨 甚至在8月14日 聖經日報又刊登了一張 十分清晰的現場照片 這照片上赫然是一具巨大的動物骸骨 皮肉已經不見了 只留下森然的白骨 全身大概10米多長 有28個骨結 頭上還頂著兩個1米多長的分岔脊 這附近的村民認出這和幾天前 墜龍竟然十分相似 於是天降巨龍 金縣龍骨的消息再次轟動了世界 而當時的維馬政府甚至還派出了警察 將海骨搬運到了西海關碼頭 按照原樣擺好供所有人參觀 於是得到消息 趕往引口的人落意不絕 都想親眼目睹 這傳說中的龍骨到底是什麼樣子 以至於去引口的火車票 價格是漲了又漲 後來因為社會長期動蕩不安 龍骨因此也就下落不明了 咋本身都是些牛叫誰的 萌萌的叫 形狀要說龍呢 像畫畫那個龍也像那個架勢 如果龍不是真實存在的 那幅巨大的龍骨遺骸又到底是什麼呢 然而當一個人出現後 讓沉寂70多年的墜龍謎團 又再次掀起了新的風波 雖然引口墜龍事件過去了幾十年 大家對照片中動物遺骸 是不是龍骨的猜測 卻從來沒有停止過 引口水產高級中學的張老師 曾經下過一個結論 腳類 並且很明確地表示 這就是腳龍的骸骨 這是被村民拼錯後插在眼窩裡的肋骨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要知道從村民發現 正在浮爛的龍身 到最後變成龍骨擺放在碼頭 這時間僅僅只有短短幾天 而人們此時還擁有清晰的記憶 怎麼會出現如此明顯拼錯骨骼的事情呢 這針線顯然還沒有真正浮出水面 時間來到2006年6月16日 這一天有一位80歲高齡的老人 懷揣著一個包裹 顫顫巍巍走進了引口十字班 這老人見了十字班的工作人員 說出了自己的名字 孫正仁 來這裡就是想請他們幫忙鑑定一下 自己收藏了幾十年的骨頭 究竟是不是傳說中的龍骨 隨即他便打開了包裹 裡面正躺著五塊碎骨 據老人回憶說 自己少年時去過大連 給一個大戶人家裡打工 因為平日裡幹活踏实勤奮 所以很多這戶人家女主人的喜歡 等過了幾年他要走的時候 女主人對他說 你這孩子聰明懂事 我挺喜歡你的 這有幾塊龍骨就送給你吧 同時也提到了龍骨的來歷 因為傳說中的龍骨是一個非常珍貴的藥材 將龍骨研磨成粉末 可以用來治癒傷口 這沖水浮下後可以治療疾患 於是家中就托人買下了幾塊龍骨 因為不少的用 這一放就是好幾年 孫正仁將這段往事說得明明白白 而史之班的工作人員聽完後 趕緊就將龍骨拿去做了鑑定 同時又查閱了相關資料 果不其然 還真就找到了當時聖經日報的墜龍報道 同時還有那張龍骨遺骸的照片 難道這兩件事真有什麼聯繫嗎 為了能進一步確認情況 史之班又趕忙請來兩位專家 這專家們對龍骨的生長結構 質感文理仔細研究一遍後認為 這很像野馬或者是野牛類食草動物的特徵 並且它們還是有著上萬年的歷史化石 但是70年前 墜龍事件裡的龍骨遺骸 被發現時還是腐爛狀態 那怎麼說也屬於新骨 不可能是化石 那從研究結果來看 二者之間並沒有什麼確切的聯繫 不過雖然早先的走進科學 已經給出過結論 引口龍骨其實是虛驚的骸骨 但是次年以此時播出的龍影遺骸 仍在結尾處保持著一個開放的態度 腦子就像老牛腦子一樣 有兩個甲 有兩個鞋子 還有大眼牛 牠在嘴上還有毛 即便有上萬人親眼目睹過龍骨遺骸 為什麼引口墜龍事件還是疑點重重呢 然而更讓所有人震驚的是 當時最全文的媒體《聖經日報》 原來竟是日本人創辦的 難道這背後也隱藏著陰損獨大的陰謀嗎 隨著我們梳理完事情的經過 有些疑點似乎可以慢慢浮現了 比如最開始的龍降釀災 房屋倒塌 火車翻倒 九人死亡 竟然只有《聖經日報》報道了此事 而同時期的其他權威報刊卻沒有提起過 再比如生物的腐化速度 真有那麼快嗎 從村民發現受傷的聚龍到最後變成一具白骨 中間只有短短兩三天的時間 那些腐爛的脂肪血肉都去了哪裡呢 竟然都沒有透露出任何的相關消息 如果我們使李治回歸一些 整體看完這個墜龍事件 不免會產生一種感覺 它像是背後有一雙看不見的手 正在推動著事件的發展 先是《聖經日報》如此頻繁的更新墜龍消息 再加上當時的維滿政府配合 把龍骨抬到碼頭供人參觀 這一系列的舉動 無一不是想著把這件事情給鬧大 甚至到的滿城風雨越大越好 所以講到這裡 龍是否真的存在是一回事 而引口墜龍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 顯然在這個事件當中 整個過程活躍度最高的《聖經日報》 是個很好的突破口 然而不查不知道 原來《聖經日報》的創辦者 是一個名叫中島真雄的日本人 聯繫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情況 這樣人不僅想到日本清華的時候 就曾一度對中國實施文化侵略 《聖經日報》正是在這個時期 迅速發展起來的 打著建立中日友好邦交的名義 實施著侵略中華文化的目的 中華龍文化侵略 當我們把這兩點聯繫起來的話 這答案似乎開始清晰了起來 如果《聖龍》事件 真的是當時日本人所為 那他們的目的 在《聖經日報》的第一篇報導裡 就已經很明確了 《聖經日報》 原本龍在每一位中國人的心中 都是弗瑞的象征 但這次出現的龍卻是帶著災禍而來 難道這是天降意象對世人的懲罰嗎 他似乎是想從信仰上擊潰國人的文化自信 但是顯然這位幕後之人 對於中國文化還是一知半解 因為在民間的傳說當中 要么是角龍渡雷劫失敗了 要么就是龍觸犯了天規 正在接受懲罰 怎麼講都是這條龍自己的事情 和凡間的百姓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所以這場可能是人為製造的輿論 沒過多久就不了了之了 那麼巨型海骨又是如何憑空出現的呢 這需要聯繫到當時的社會背景 1934年的時候 日本已經佔領了中國的東北地區 還成立了一個圍滿中國 這是一個傀儡政權 這背後行使的權力其實是日本人 所以他們想要悄無聲音的 往哪裡運送什麼東西 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再說如果這具海骨 真如專家所言是虛精的話 巧的是日本在補經方面 就用著十分悠久的歷史 找一具虛精的海骨 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什麼難事 那麼對於有人曾經親眼目睹過活龍 又該如何解釋呢 到這裡有可能是因為 產生了集體記憶偏差 畢竟一些80多歲的老人在回憶 已經過去70年的事情 再加上媒體報道時有意篩選信息 也會影響到大眾的記憶 當媒體發布的信息 存在失真的情況時 大眾可能會受其影響 產生不準確的集體記憶 那如此一來 墜龍事件的真實性 還真的是有待考證 那對於這個觀點 你又是怎麼看的呢 也歡迎在評論區的下方留言討論 好了本期的視頻 今天就講到這裡 官人探長我們下期再見